2021年行将结束 世界体坛也在进行各自的年度总结 相应公布各领域中最佳阵容 以及最佳运动员等诸多奖项 IFFHS就按照以往的惯例 公布各州的年度的最佳阵容名单 在公布的亚洲足坛年度阵容中 吴磊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球员 而日本队三人入选最佳阵容成为大赢家 只不过入选的吴磊却闹出笑话 甚至单看名单的话 恐怕还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谁 在公布的亚洲最佳阵容中 门将位置是澳大利亚球员马修瑞安 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当选最佳门将 但是他的入围却带来极大争议 因为整个2021年景代表俱乐部出战9场比赛 分别是阿森纳的3场以及皇家社会的6场 即便是马修瑞安是唯一在五大联赛征战的门将 可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足以服众的 毕竟比赛才是检验球员实力的唯一标准 后卫线上分别来自四个国家的球员 沙特的沙赫拉尼 卡塔尔的哈桑 伊朗的卡纳尼 日本的富安健阳 其中最熟悉的莫过于在阿森纳效力的富安健阳 如今的他已是球队的后防主力 而且才刚刚23岁的他已经是日本足球的领军核心 未来的职业生涯非常被看好 这样的情况恐怕让国内球迷又一次大酸特酸 中场球员三人则有无垒的身影 此外两人来自日本的大破永也和九宝剑英 只不过在给出的名单上 吴磊的名字却被写成WULI 单看名字的话恐怕不知道此人是谁 但在旁边却有着中国国旗以及吴磊的头像 显然是将名字写错搞出乌龙 作为国际足联认证的权威统计机构 竟然有这样的笑话 闹出实属不该 而且作为前锋的吴磊 竟然出现在中场也有些令人意外 封线位置 由亚洲一哥孙星明领衔 另外还有伊朗的阿兹蒙阿联球的马布库特 孙星明不用做太多介绍 已非常熟悉 而在泽尼特效力的阿兹蒙 已连续多个赛季表现出色 但始终未得到五大联赛球队的青睐 马布库特在本国联赛的阿布扎比半岛队征战 上赛季打进25球斩获联赛精靴 单凭个人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此外本年度评选的最佳阵容方面 与以往相比最不相同的一点莫过于 除了最佳阵容之外 还选出最佳教练以及替补阵容 最佳阵容被沙特豪门利亚德 新月的雅尔丁拿下 而国内球迷比较熟悉的 日本球员柴奇岳九景洪树 韩国球员黄喜灿等则入选本年度的最佳替补阵容 无论是主力阵容还是替补阵容 只有一人入围的国足 显然已与亚洲强队之间的差距无限拉大 各方面的选择 三宦与意思是 亏非俩人算了 亏非俩人算了 课计划